西这个字的国语注音是 西四声西 西意西四声西 西就是缩鼻子吸气 跟中间这个西字 以及右边这个西字 都是相通的 如西然就可以写成 这样的西然 是表示相合的意思 西又跟这个谢字相通 如西肩就是谢肩 是故意耸起肩膀 表示很恭敬的样子 后汉书张恒传记载说 干净苟容 我不仁以戏间 只说不愿意阿语取容 以求示尽 戏又念舍 国语注音是 师厄舍四声舍 舍又是地名 在安徽省 原属辉州府至 所以舍县所产之墨条 称为辉墨 实名国内 而舍县 则是安徽省 物源县舍西 所产的石县 极为珍贵 跟广东省高腰县端西 所产的端县 并注于世 要提出来的是 舍县一词 大家都念成了细县 这是不妥当的 这就像河南省的舍县 很多人都把它 错读成叶县一样 其实这个树叶的叶字 如果说用在地名上 就应该要念舍才对 另外有一句成语 舍公号龙 也不应该念成 叶公号龙 舍公号龙 是比喻人图目虚名 似是而非的意思 此外用在地名上 还有几个容易念错的字 像是山东省池平县 我们不要念成了 或者是写成了忍平县 还有安徽省的波县 不要弄错了 弄成了豪县 江西省的渝都县 不要弄错了 弄成了云都县 还有四川省的福林县 不要念或者是写成了培林县